爸爸带着孩子来到娃娃机店 里头晃了一圈没有其他人 他没有投币夹娃娃 直接蹲下来拿走机台前面的铝箔饮料 孩子也走过来爸爸身边 爸爸拿走绿色外包装的饮料 转身还有红色的也捧走了 出门之后看到他骑机车 前后各一个小孩三天离开了 云林斗六这家夹娃娃机店 机台前面放着饮料 这是安慰奖 业者说为了刺激消费 他们除了机台内的商品之外 还加码搓搓乐游戏 夹到娃娃再加码搓搓乐 搓搓乐里面打插的 就是安慰奖饮料一瓶 才良心做法 主动拍照赖给业者 但是监视器看到了这名男子 没有消费只拿饮料 他都没有投钱的状态下 他把我们机台里面的安慰奖 六瓶几瓶整个用爆了就爆走 在小孩子面前拿走这样 有点太贪心了 而且自己带了两个小孩子在那边 这样身教不太对啊 业者说从监视器掌控现场的情况 大部分民众都能够摸着良心丸 但是这个爸爸没有消费 却带着两个 看来大约是国小幼稚园的小孩 一起来偷 真是最坏的身教 TBS新闻 蔡松林 吴淑萍 云林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好